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應該是廣發簡訊啦 那當時不以為意 我們都有收到這樣子的一個簡訊 不管是支持國民黨 支持民進黨 支持民眾黨 我們還是呼籲要理性的探討 理性的去看待對方支持者 所做的任何的一個支持行動 我們希望我們的支持者 應該站出來用言語上的一個支持 而不是去恐嚇威脅 甚至用行動上的攻擊 這個是我們不能夠接受的 其實我們不一定看得出來 他是支持國民黨 但是我不想要推來推去 我要說的是 任何一方的支持者 都應該要理性 而不是去做這樣子的衝突行動 攻擊他人